90后的夏宫藏漂5年 他几乎把所有的精力都泡在西藏千百年历史的古建筑中 夏宫名为夏宇军 从英国博明汉艺术设计学院硕士毕业后 本在上海有了稳定的工作 出于对西藏及整个喜马拉雅地区古建筑的热爱 他于2016年来到拉萨工作生活 并想要继续在此扎根 西藏是古建筑的宝库 无论是宏伟的宫殿 庄严的庙宇 淳朴的民居 都展示着西藏灿烂的历史文化 在夏宫看来 西藏建筑表达着独特的精神气质 在定居拉萨之前 夏宫与西藏古建筑就神交已久 他的硕士毕业论文既是研究喜马拉雅地区的古建筑 我这辈子有可能的话 我会立足于这边把这些寺庙都记录下来 甚至偏远地区的建筑先记录下来 这是我立足在这边的一个心愿 在西藏生活的这些年 夏宫每年总会安排时间出去考察 在他的行囊中 总是装着相机设备 速写本 测具仪等 同时花时间和生活去了解建筑背后的成城故事 有记录了在这个基础上才能谈我们的保护 或者说保护性在利用 这也是我们遵循前辈的脚步慢慢走到了现在 所以我们现在把这个基础工作做好 其实是对以后所有的建筑的一个 我觉得是很重要的铺垫 在考察途中 夏宫总是被各种古老又生动的建筑构成形式所吸引 马尼石墙 石金板等都被他一一捕捉记录 这些藏地建筑的点滴细节 最后由夏宫汇集成一个个严谨扎实的古建筑档案 最主要其实是测绘了 把它室内空间 平面图 然后里面 甚至是它的历史传承 尽量能梳理成一个很有逻辑性的一个档案 夏宫告诉记者 日前他和团队花三年时间改造的 拉萨清代古建筑极本港拉岗 以成艺术空间向公众开放 这在西藏尚属首例 不是所有寺庙都能改成艺术馆 也不是所有古建筑都能转成别的商业状态 所以每一个需要得到一个很好的评价体系 其实极本港艺术中心作为古城的新名片 向大家开放也是基于综合去评估的这样一个结果 夏宫认为古建筑改造的前提 一定要充分尊重建筑本身的历史传承 先要把底层逻辑关系树立清楚 现代化的影响力是无处不在的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现代化生活通过网络 通过手机可以击穿到每一个部落 每一个村庄 怎么去把这个地域性和现代化更好的迎合 怎么去更加很好的传达这些建筑美感 这是将来的一个重点 工作的重点 夏宫希望通过保护型利用 让淫墨的古建筑继续散发能量 不 wants to 礼物 未经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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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